Zither Harp 我现在很烦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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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慧桥2023年凭借在复仇剧《黑暗荣耀》中的精湛演技 在创演艺高峰 完美的五官让他与金泰西全智贤被封为韩国不变的三大女神 回顾他过去的戏剧 从顺丰妇产科踏入大众视野 接下来的蓝色生死恋 欧印真爱宣言 浪漫满屋 太阳的后裔等 都创造了历代集收视于话题 韩剧女王当之无愧 1996年就读国三的宋慧桥 在校服模特人选拔赛中得到第一名而入行 在广告中甜美的形象让他马上被电视台向中 邀请施敬 从此展开他的演员之路 你什么呀? 什么? 我去帮我帮你去帮我表演 你为什么说话? 什么? 从从小角色演起在演员路上升任四年之后 宋慧桥遇到他的命运之作《蓝色生死恋》 这部戏《风靡全亚洲》不仅在韩国缔造超过40%的收视率 更让宋慧桥 宋陈宪丞与原冰三位主演 一举成为韩流明星 宋慧桥受访时曾表示 站在能否成为正统演员的十字入口时 通过《蓝色生死恋》得到了肯定 可见该作品对他的重要性 这世上有种疾病的女性 有什么? 而她与李炳宪和演的欧英 收视达到47% 再创新高 除了巩固她顶级女演员的地位之外 该剧话题性从戏内烧到戏外 两位主演假戏真作 大方热爱 攻占各大娱乐版面 一度让人看好会走向婚姻 却在交往13个月之后 在2004年中分手 关于分手原因 众说纷纭 有谣言是说 李炳宪太过花心 甚至还有她变态性癖好的传闻 不管真相如何 宋慧桥在面对这段网络情时 曾说 作为演员很感激 能够有机会经历这样 让人终身难忘的情感体验 因为与其他同龄的演员相比 我比他们有了更丰富的人生经验 这对于表演是有好处的 给开演员身份 就个人来说 内心仍然很痛 但时间会冲淡一切 我准处准备了 我准备了 孫慧乔在与李炳憲分手后 在浪漫满屋中一改过去楚楚可怜的形象 活泼开朗的模样让这部剧收视屡创新高 孫慧乔的事业更是在上一层楼 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意义 你现在怎么办? 宋慧乔在浪漫满屋之后 睽違四年才接拍韩剧《他们的世界》 尽管收视表现并不佳 但他在剧里的表现 被《圣战室》开启了演戚人生第二幕 短发造型更在女性间掀起风潮 这部戏也让宋慧乔再度迎接爱情 与玄冰相恋 可惜19个月之后依旧已分手收场 当时玄冰人气不如女方 还在事业冲刺棋 宋慧乔也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两人都没有专注在经营感情 分手是顺理成章的结局 也难怪官方会说是聚少离多 亲爱的 亲爱的 为什么这样 我把女生撞起来 男生突然 我把女生撞起来 这样 我看来很想吃 嗯 没有任何方法 婚离献煞旁人 可惜公主与王子并没有走到最后 而2019年7月 两人透过法院正式解除夫妻关系 结束短短一年八个月的婚姻 而关于离婚 宋慧乔称双方因个性差异 无法克服而分手 宋忠基则说 希望好聚好散 有传闻是女方与夫家合不来 外界更揣测有第三者介入 事实真相不得而知 但宋慧乔的确如自己过去所说 死之前都不再见前男友 前面提到的无论哪一位 除了颁奖典礼夺不掉之外 他都未曾与他们再度合作 甚至与宋忠基针对离婚开庭时 也没有到场 而就在离婚正式生效后 他也毫不留恋 迅速删光Instagram上前付的所有照片 你还记得了飞工作后 这个人没有 我还记得了 我还去看这边 responsive 不看我 我真的看我对保释 对 怎么样 一、二、三 要 一、二、三 一、三、四 还需要再%,一、二、三 大家分集时 我 nu有拍摄很远 我有收集中我的手 不过!一、二、三 完成 鸡蛋白-鸡蛋酸醋吗? 我还用来鸡蛋吃 鸡蛋的鸡蛋切 就是 有 心肌肉 很淡 哇 不太好 我們會比我們更加壞 對嗎 雞蛋糕餅不夠 好吃 雞蛋糕餅不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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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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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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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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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號 黑暗榮耀第一季才公開三天 就來到Netflix全球開明第五名 第二季在3月10日下午4點全面上線後 一度造成Netflix短暫當機 可見熱度之高 可見熱度之高 其實過去宋慧喬曾表示 每每公開戀情都被大眾拿來議論 他為此非常難過 希望外界能夠關注在自己的作品上 而這次他在黑暗榮耀裡 為了向高中時期霸凌他的五人組復仇 每一集都展現出深刻細膩的演技 大眾果然將視線放在他的表演上 黑暗榮耀除了讓他的人生作品再度加一 也更讓人期待 他的未來又會展現各種樣貌 如果我們書壹中,稀疚雕 由一集 王莫說 沒有 目標的 追 beer 我希望你能做到一年 我希望你能做到一年